出去踢球腿断了以后不要忘记回来点赞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 今天我和焦哥给大家分享三个轻车有效的穿当过人动作 既有简洁实用也有花力护烧 总有一款适合你 我们把穿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骑驶阶段 包装队员一般在一臂距离上前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穿当的时机 在这个阶段特别要注意 我们的诱导距离不一定过远 例如这样的800米诱导 哎呦好惨 第二阶段是诱导阶段 包装队员一般被穿当的原因 是在拦截时对球路的误判 通俗点说就是乱兔脚 这时我们应该将球的路线引至对方的身侧 第三阶段就是我们形成穿当的阶段 经过上一阶段的诱导对头迈开双腿 这时我们只用将球推入对方的双脚当中 就可以完成穿当 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 配球的球路应该投向对手的支撑脚 第一个动作也是钢布匠和狂扁小朋友的常用招式 成功率非常高 第一步侧身接球 面朝的方向可以是左侧或者左前方45度 在不是侧身状态的时候 一定要通过控球调整为侧身状态 之后我们可以用眼睛观察或者架开手臂 确定对方在一臂距离以内 第二步右脚朝右后方拉球 如果骑士位置是朝向左前方 就可以向脚后跟的方向拉球 如果骑士位置朝向左侧 就可以用前脚掌横向拉球 这个时候对方一般都会预判出脚 第三步如果拉球是朝脚后跟的方向 就需要右脚先小跳落地 然后左脚朝左后方拨球 而如果上一步用的是横向拉球 就可以在右脚腾空的时候 左脚直接拨球 一组不好的同学要记住 在左脚拨球的时候 脚踝要锁紧内撇 以膝盖为轴 摆动小腿拨球 第二个动作 借助你很常用的穿单招式 我给他命名的菜狗 谢谢你 菜狗来 首先球的起始位置在我们身体的右侧 用我们的脚内侧 将球推至身体的左前方 用前脚掌踩住 这时重心一般放在球上 踩着球往前迈出 再次用脚内侧推球 第一说点注意 当我们用脚内侧推球的时候 当球抵达左侧 那么我们的脚要顺着球 上去把它踩住 而不是让它从脚滑出 第二点注意 当我们脚弓推球至左侧后 要先等我们的左脚迈出 再完成推球 下面第三个动作 高手先进 首先在球运行的过程中 用前脚掌将球踩住 与对手平行 第二用左脚的脚内侧 将球拖出 右脚踩住 第三 右脚轻轻往左脚方向拉球 用外脚背推出 在脱球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 两只脚要交叉将球拖出 而不是将球敲出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观看 出去踢球腿断了以后 不要忘记回来点赞哦 只有三寸 铺中而蜆 乖 一摸 什么地方 铺